全新一代宝马X3换代的试车 我这边已经看到了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 以后你花X3的钱 真的可以买到标注版的宝马X5了 这个试车呢 我看到之后说实话挺惊讶的 跟我们之前看照片完全是两个概念 带大家解读一些小小的细节吧 首先看车头这一块 你会看到它这个就是宝马标这个地方 跟宝马器械那个是有点类似的 就是有并角那种设计 另外呢它中网上半部分呢是封闭的 下半部分呢是打开的 然后这个线条呢有竖向的有斜向的 就这个斜向的线条 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就是遮住这下半部分 这种就是半封闭这种设计啊 左侧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A77的雷达传感器 这个雷达传感器应该是比 现在目前你看到的所有宝马车都要大 我不知道它的驾驶普通能力 是不是有进一步的升级啊 然后右侧这个地方是有个摄像头 然后整个这种前脸呢 然后我认为说实话 看实车还要跟看照片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另外这个地方这个日行灯呢 它还是这种L型的这种形状 看照片你会感觉到很纤细 但是实际看实车的话 然后这个还是很粗壮的 里面还有蓝色的尺寸 侧面可以看到全新一代宝马X3 加长之后的身子了 这个车现在目前的轴距是多少呢 2975毫米 什么概念呢 跟那当时进口的宝马X5的尺寸 是一样的了 所以说花X3的钱买到X5 这真不是夸张 这就是你实在能看到的实车啊 另外侧面呢 它也是跟武器一样的 半影藏式的门抹手 打开车门之后 里面你可以看到曲面连屏对吧 另外就是它内饰这个氛围灯呢 跟X5还不一样 比X5还要厉害一点 就是跟现款武器 那个水晶氛围灯是一样的 并且它水晶氛围灯位置呢 相对于武器 它还要稍微多一点 就是你在打开车门 侧面的时候 侧面那个门抹手 周围都是有水晶氛围灯的 这个内饰厉害不厉害 侧面这个位置呢 应该是这个车 比较好看的一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那个 就轮煤 那个水切 那种水痕一样的那种形状 就这个跟X5那种设计理念 是一样的 就是水切这种造型 然后我个人看上去 感觉还是比较柔和的 然后在正尾部呢 它的上半部分 你看上去会感觉比较窄 我的视觉感受是比较窄 下半部分又非常非常宽 但是整个看起来 还算是比较协调 这个车 你看试车跟看照片 真的是两个车 另外你看 那下面就是XDrive30L 后面是没有爱的 就是以后宝马车 它不再有那个爱那个标识了 就L呢 就代表这个车的家常了 还有呢 就是它的倒车灯呢 是在那下面的 然后不再在尾灯上进行这个集成了 这个尾部你们感觉好看吗 如果给你50万 你是会买现款还是等新款呢